你愿意嫁给我吗 88对新人齐聚 新郎申请求婚 场面超浪漫 电信企业举办集团婚礼 现场洋溢 幸福气氛 接着请男女雄方主婚人用意 行政院长陈建仁担任正婚人 祝贺88对新人 企业也送上大红包 献上祝福 集团婚礼比起自己办的氛围大不同 养青人们留下难忘回忆 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很热闹 很幸福 这个氛围感非常好 跟自己办是绝对没办法创造出来的 看了一下公司的 整个集团结婚的发案 也非常的完整 我们觉得非常符合我们的需求 亲人们在备办前拍照 善言爱 电信企业举办集团婚礼 已经60年 促成不少家偶 更致力打造幸福职场 从员工进来 到这个伴侣结婚 然后生育 在职场里面 我们也提供教保中心 让同仁能够安心 都是我们想要努力来塑造一个 成为幸福快乐职场的一个主要的措施 从婚礼到婚后 育儿都找不到 以实际行动 支持员工兼顾工作和幸福家庭生活 落实友善职场环境 三连新闻 孟布华与春雅 台北采访报报道 牧业